大家好,我是罗宾大叔 今天是2024年4月4日 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那今天呢还是讲一讲 在申请美国签证的时候 有哪些你以为的优势呢 实际上是劣势 这问题是有点tricky的 就是我们在申请美签的时候 对自己肯定是会有一个事先的评估的 觉得自己自身的条件如何 然后自己的准备状况如何 然后去申请美签 预计有几成的概率能够出签 那如果这个评估是一个准确的 那我们就是打了一个有准备之仗 但如果你觉得自己的优势 实际却是劣势呢 那这个就完蛋了 可谓叫是南辕北辙 当你的方向选择错误的时候呢 你越努力 失败的就越快啊 那今天呢就想讲一讲这方面的话题 首先碰到最多的就是女生朋友 女生申请人是最多的 就是你的男朋友 或者你的未婚夫啊 是在美国的 而且呢他是一个非移民身份 比如说比较常规的啊 拿着F1留学签证的 在那边读本科 或者读硕士读博士 或者呢拿着J1身份啊 是一个访学身份 或者是一个交换生身份 拿着非移民身份在美国 你打算申请美国旅游签 去美国探望他 或者和他住一段时间 那这种情况呢 大多数人都觉得 我男朋友或者未婚夫在美国 你总不能拒绝我 让我去探望一下他吧 这是一个人伦常情 对吧 你是这样觉得的 但是对于签证官来说 他就很难接受 而且很容易拒签 为什么 因为这玩意儿啊 太容易作假了 就是男朋友或者未婚夫 理论上来说啊 你随便找一个在美国的男的 你都可以跟他串通好 你说他是我的男朋友 或者未婚夫 然后随便批两张照片 对吧 太容易作假了 因为太容易作假呢 这么说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尤其是女性朋友啊 动不动在美国就有一个读书的男朋友 或者读书的未婚夫啊 这种情况说的太多了 而且呢 就他们的条件通常是不太好的 他们被拒签的情况也是比较多的 而且有更多的就是拿到签证以后 到了美国直接就结婚了啊 或者直接就找另外一个人结婚 转身份了 这种情况碰到的多呢 签证官就是等于被骗的实在太多了 他就觉得你们这么说的人 有很大概率都是假的 他就不愿意给你们签证 他有一个主观上的厌恶 或者不爽 他就不愿意给你签证 所以但凡你提出你在美国 有一个男朋友 或者有一个未婚夫 而且呢 他是一个非移民身份 你就很容易被拒签啊 另外一种情况呢 就是你的男朋友或者未婚夫啊 他在美国 他是有移民身份的 他是绿卡 甚至是美国公民 但这种情况其实也是一个劣势 为什么 就是有一部分的签证官觉得 你有这样的男朋友或者未婚夫 你们应该结婚 然后去给你申请移民身份 对吧 你比如说是美国公民的 应该给你申请这个K1 未婚妻移民 那如果是绿卡的话呢 也应该你们先结婚 结完婚 他给你申请移民身份去美国 大部分人啊 你的未婚夫或者男朋友 是美国公民或者美国绿卡呢 你大概率都会去申请 美国的移民身份的 那你为什么要申请一个非移民 申请一个旅游签证去啊 你说你只是去美国去看一下他啊 不是跟他去结婚的 或者有的说去美国看一下你未来的公婆 或者男朋友的父母 那这种说辞呢 大概率也都是说辞啊 他们根据他们的长期以来的经验都是说辞 拿到旅游签以后 大概率都是跑到美国去转身份的啊 有的是觉得K1签证啊 办起来太麻烦 而且呢 在境外办 等待时期太久 有的呢 索性这个男朋友或者未婚夫啊 就是借人家一个身份而已 拿到了美国签证以后 直接进去立刻就找另外一个人结婚 然后转身份了 所以这种被骗的多了呢 他们就觉得不爽了 然后你如果但凡这样讲的话 就容易拒签你 那除非你们已经结婚了 那这个还是有一定概率给你通过的 因为毕竟你们是缔结了一个法律认可的关系 所以总结来讲 男朋友未婚夫啊 或者说女朋友未婚妻在美国不管是移民身份还是非移民身份呢 都是一个劣势都不是优势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赴美目的啊 很多人说要去美国看NBA啊 男性朋友比较多去看NBA啊 某某某要退役了啊 我要去看一下他的最后一场比赛啊 或者说我很喜欢他啊 喜欢了他十几年了 现在想要去美国圆梦啊 去真实的比赛现场去看一看 或者呢 Taylor Swift啊 美美的演唱会要开了 我要去美国看 或者呢 在拉斯维加斯啊 有什么拳王争霸赛 我要去看一看 或者呢 在拉斯维加斯啊 有德出扑克比赛 我要去看一看 或者有的人索性就要去参加这个德州扑克的锦标赛 或者呢 还有去美国什么度蜜月啊 度结婚纪念日啊 这种类型的 有些人觉得我这个目标非常的明确 而且我有一个非常合理的说法啊 就是什么看NBA 看演唱会 看拳王争霸赛 看德州扑克 或者度蜜月 度结婚纪念日 觉得我这个目的非常明确 有一个很明确的说法 而且很合理 你总该给我过了吧 但是且慢 这些说法 你以为很明确 很有合理性 但实际上 在你之前啊 在你过去漫长的十年的时间内呢 有无数的人这么说 而且无数的人这么说完 拿到签证 到了美国 直接就黑下来了 所以呢 并不是因为你这个理由不合理 或者你这个理由不真实 也许你真的就是去看演唱会 真的就是去看NBA的 但是呢 前面有无数人这么说 但是他们说谎了 他们隐瞒了 他们骗了签证官 到了美国就黑下来 或者直接转身份了 所以呢 你就被殃及持余了 签证官一看到这种赴美理由 就头疼 或者一看到这种赴美理由 就是心里就不爽 就产生厌恶的情绪 就把你给举签了 所以不要提这种赴美理由 还有的呢 就是出境记录方面的问题啊 就是去过单一国家 而且呢 有很多次的出入境记录 这种情况呢 比较多发生在像韩国 日本 泰国 那你如果去过很多很多次 韩国或者日本 签证官就会怀疑 你是不是去那边做代购的 如果去过很多次泰国呢 就怀疑 你是不是实际是住在那边的 会怀疑你这个出境记录 不是那么的单纯 不是单去旅游的 你是去做生意的 而且呢 你在DS160表格里 并没有如实申报 那这种情况 他会有怀疑的 而且呢 可能会要你做出深入的 更加详细的阐述 你为什么去过韩国 比如说十几次 你到底去那边干嘛的 你是去旅游的 还是去做生意的 还是去做代购的 还有的呢 就是在医院工作的 特别是母婴医院工作的 或者是在妇产科工作的 有人觉得医院工作 这工作非常稳定啊 有点像准体之内的工作啊 你为什么不给我过呢 但是因为在过去啊 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原因 在医院工作 在母婴医院工作 或者妇产科工作呢 签证官会对你的工作啊 会有特别的兴趣 可能会问你一些特别的问题 如果回答不好 很有可能导致断然的拒签啊 而且这个拒签 结果是非常不好的 不是那种普通的214B啊 约束力不足的拒签 是一种这个特殊的拒签 以后你可能申请美签 也非常难了 还有呢 就是你在国内是民主党派的啊 就像什么民阁啊 民建啊 93学社这种民主党派 你绝对没问题是吧 但签证官就觉得有问题啊 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的问题 导致就算通过了也只拿到了一个月有效的美国签证 这也是一个劣势啊 你如果不是民主党派 十年美签已经拿到兜里了 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只拿到一个月的 还有一种情况是劣势啊 你以为是优势的 就比如说你是自己做生意的 或者是说自雇的 自由职业的 或者做自媒体的 而且呢 你自己做生意做的非常非常成功 收入非常非常高 就比如说你一年能挣个几百万 甚至上千万的这种啊 那这种情况呢 签证官有可能理解不了你的收入模式 或者工作模式 他觉得你做这样的自己做生意 或者说一个自由职业 或者自雇 或者个体户这种类型的生意呢 你一年不该挣这么多钱 你挣这么多钱 他就理解不了 那理解不了呢 就可能觉得你这个收入有所夸大 你收入有所夸大呢 就容易拘迁啊 就就涉及到这个不太真实的这方面了 那如果你真的是这种情况 你一定要做好一个万全的解释 或者准备 准备好你的材料 能够让签证官 以一个外行 外行的角度 他也能理解 为什么你自己做生意啊 自己一个人 或者几个人做生意 能够挣到这么多的钱 让他能够理解 否则呢 就容易拘迁了 那还有呢 就是你以前曾经有过美国签证 但是呢 实际你并没有去过 或者呢 实际去过 但是你这个美国签证用的太频繁了 什么叫太频繁呢 就比如说啊 你拿到了签证 你一年去了好几次 一年去了七八次 每次停留个几个礼拜 或者呢 你虽然去的不是很多次 但是你去一次呢 就停留待满半年 比如说你最多能停留六个月 你待了五年零二十九天 出来以后每隔一两个月 然后又去 一待又是半年 这个他就要怀疑 你拿着旅游签证 把它当绿卡用了 你到底是不是去那边旅游 或者探亲呢 你还是说 你把这个当做一个移民签证 再使用了啊 那如果被他发现 你真的是把它当移民签证 或者绿卡再使用呢 那就是一个巨大的劣势了 你这每签 基本上就是拒签的结果了 还有一种呢 就比较类似的 你就是以前有过加拿大签证 但是实际没有去过 没有用过的 因为美国和加拿大 它的移民签证信息的分享 是非常紧密的 你曾经有过加拿大签证 你号称要去加拿大旅游 或者探亲 但是你却没有使用过 他就有一个比较合理的怀疑 你加拿大签证申请下来没有用 你会不会申请美国签证 你也不用 那你申请美国签证 你也不用 那你告诉我的 这个美国签证的赴美目的 是不是不真实呢 有这样的怀疑会发生的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你的英语非常的流利 口语跟签证官谈笑风生 但是呢 你却没有海外的留学经历啊 你如果有美加 或者其他英语发达国家的 海外留学经历 你英语流利 那是很正常的 但是呢 你在国内啊 你长时间在国内生活 你也没有海外的留学经历 你的英语却非常的流 他就要怀疑 你到底有没有去过海外啊 你这一口流利的口语 是哪里练来的 你是不是你的海外经历当中 有一些没有向我披露的 比如说你曾经去过 哪些国家留学的 但是你没有告诉我 你没有告诉我呢 就涉及隐瞒 涉及隐瞒呢 就有可能你这人不诚实 你不诚实 我为什么要给你签证呢 对吧 最后一种呢 就是你是在体制内 单位工作的 比如说你是在这个政府机关 或者事业单位 或者国企里面工作的 那他这就怀疑 你有可能是不是党员 但是没有披露的 尤其是最后一种啊 现在他管的也越来越严了 如果是党员身份 有可能只给你一个月 有效期的美国签证啊 就要求你在你的计划赴美之行前 比如说两周的时间 你把护照寄过去 他给你贴一个 一个月有效期的美签 你去完以后 回来这个美签就失效了啊 这种在体制内工作的人呢 是一定要小心的 可能你以为你的工作非常稳定啊 工作了十几年 你信心满满的去申请美签 但就喜提 一个月有效期的美签 那这个基本就是没有用处的啊 除非你真的就是去美国旅行一下 然后就回来的 以上这些啊 就是你以为在申请美签当中 对自己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你有这些条件 你可以很轻松的拿到十年美签的 但实际上呢 不好意思 这些却是一个劣势啊 当然以上这些只是列举一些典型的案例啊 还有一些其他比较小众的 或者说我今天没有想到的 也是有可能的 就是你以为是优势 实际却是劣势的啊 那如果对于申请美国签证 加拿大签证 或者马努阿图绿卡 马努阿图永居 有兴趣的小伙伴呢 欢迎添加罗宾大叔的微信 或者电报 付费咨询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聊 我们下期再聊